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uel 柳Sir 我今天會示範做這個五級樂理的相片PAPER 2021C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麻煩你可以訂閱這個頻道和讚好這段影片 我們再增加一點就開始 第一部份就是問節奏問題 第一題就是選擇時間號碼 選出正確的時間號碼 在開始你去數多少音符的時候 之前你都可以先看一些答案 會有提示給你 例如這裡有兩個答案都是數八分音符一部分 有一個十六分 那你就要有心理準備要數小一點的音符 八分音符數 就不會去數四分音符 所以你看了答案你就知道 我要準備數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出來 就不會一開始去數四分音符 你就會覺得很難數 而且你看到六、九、十二這三個數字在上面 你要知道它是複拍子 複拍子的意思就是三個小拍盒 體成為一個大拍盒 所以你會看到這樣三個百分音符的組合 或者這樣的一拍出現 這樣是一拍 那這個六十六呢 那就是三個十六分音符是一拍 一個大拍 那他們合體之後 就會是八分負點這樣 這樣是一拍 那你可以看看會不會有這樣一群和這樣一群 就會是一個提示告訴你 是這兩個答案 那五字頭那些 那五字頭那些 那七字頭那些 就是不規則的節奏 那那些grouping就會亂一些 那如果遇到就再研究一下它 慢慢數 那我現在就試試數八分音符 看看我數不數到先 那這裏是一個八分音符來的 那它有兩點 它這兩點之後加上後面這個三片 這個32分來的 這顆 這兩點加上這個32分 就是一個八分音符來的 所以前面這兩個加上 其實就是兩個八分音符 那這裏有個十六分 加上這個十六分優之符 就是一個八分音符 看來這樣是一拍 三個八分 是不是很像這個 六八這個 所以這裏是一 我猜是六八的第一拍 那會不會這裏就是後面的第二拍 三個八分音符呢 那就數一下 那你見到 走音了 如果你覺得前面太複雜 你可以由後面開始數也可以 這裏有個八分音符 這裏有兩個十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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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剩下是否一個八分音符呢 就是這個十六分負點 加上那三十二分 就是一個八分音符 那又是一個三個八分音符的大拍 六個八分音符 六個八分音符 一二三四五六 那就是這個 六八 第二條 這個五連音的十六分 五個五連音的十六分 就跟四顆十六分一樣長 如果你不明白 你就要溫習那些連音的規矩 是怎樣計算的 這個五連音十六分 五顆 就等於四顆十六分 就是一個四分音符 我沒有看這些答案 我先看這些答案 有八分音符 有兩個四分音符 那我現在數四分音符 我看到有第一顆四分音符 對,繼續 那這裏有一個群組 就是它邊左的音是一群組 你可以整個群組去計算 那這裏有一個八分音符 兩個三十二分就是一個十六 這裏有一個十六 這裏有一個八 整個加起來就是一個四分音符 所以剛剛好有兩拍 這裏第一拍四分音符 第二拍四分音符 那我就選擇二四 好了 接著這個 C一動就是二二的意思 那我會數些四分音符 這裏有兩個四分音符 應該很清楚 前面這個 那你又要知道些連音的規矩 如果兩個四分音符 又加了一個二字 即是它跟三顆四分音符一樣長 這裏整個加起來是一個三顆四分音符 所以這個是長的 因為它用了二字 這個二連音符 所以總共這裏有五個四分音符 所以應該是五四 這裏也挺難的 繼續 1.2 一遍 這裏就是 福拍子 轉單拍子 福拍子 轉 單拍子 那它現在那個 時間移率是98 那如果我福拍子轉單拍子 呢 就這樣轉這個 或者反轉 我遇到98 轉做單拍子就上面的數字除以3 9除以3就是3 下面的數字除以2 即是3、4 所以拍子記號會變成3、4 我先講講其他變的規則 如果你看到3個百分音符 即是3個小拍合體成為一個大拍 去到那邊就應該要 樣子是一樣的 但你就要加3連音給他 加個3字 如果你看到 這3個合合一拍 有點的4分音符 去到這邊就會變成無點 有點就變成無點 這邊如果你看到有2字 就要變成無2字 基本上就是這幾種變化 可以左邊變右邊 或者右邊變左邊 如果有優子符 都是一樣計算的 我們看看這個98 就要變成34 那現在答案呢 那現在答案呢 剛剛好像看不到下面 給你看看 34 只有2個答案是34 94不正確的 已經淘汰了一個答案 那如果剩下兩個答案呢 那如果剩下兩個答案呢 你就可以看看兩個答案的不同位置 在哪裏 這兩個都是一樣的 這一塊不同了 那哪個做得對 那一定有些東西要變的 你看看這個呢 下面都沒有變 完全沒有改變 應該不對 要加個三字才對 你看看 這個 三個八分音符呢 一組呢 就要整個加三連音符 那現在這個呢 雖然它後面是一個四分音符 不過其實整個數值呢 加上就是三個八分音符 所以要加個三連音給它 這兩顆音 就好像第一個答案一樣 加了個三連音給它 所以第一個答案就對了 所以第一個答案就對了 好 那有時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給你選的答案裡面 有多少東西是兩個答案中間的不同 比如呢 其實它中間這塊呢 我用了另一隻四 中間這個位呢 三個答案都一樣的 那一定是做得對的 所以你不用懂得它 這些改得對的 你只要找出 三個答案不同的地方 例如這兩個位 例如拍子記號有不同 那你就看一下哪個是對的 已經一樣的東西 你就不用太理會它 其實其實 甚至你可以在它 這些已經肯定是對的答案那裡 去看回那些規定 那些規定 你有時不記得的東西 可以在那些 對的答案那裡 記回 溫習回 就是這樣 好 1.3 第一題呢 就是一個96拍子的小節 有多少個Dotted Craver Beats Dotted Craver是這一種 符點 8分音符 96 那就是一小節有9個16分音符 那你要知道它是規拍子來的 9字頭 那就要規拍子 規拍子的意思呢就是 三個小拍子會合體成為一個大拍子 三個合體 三個 三個 就會是這樣的grouping 就是一個小節會 有這樣的grouping 那每一group 就是一個大拍子 一個大拍就是這樣 因為這三個加起來是一個負點 8分音符 所以就是 三個 Dotted Craver 拍子 9個16分 每三個就合體成為一個 那就是三拍 所以這個答案是三來的 第二句 它說 Double Docted Minum Minum是二分音符 Double Docted就是兩點 相當於 有幾多個deme semi-crever 即是三十二分音符 一個這個有幾多個這個 好了 那 2點的意思呢就是 本身這個音符 二分音符 加二分音符 的一半 加它的一半 然後 有兩點呢就是 再加它的一半 它一半百分 整個音符 就是這麼多東西加起來 那這裡有幾多個 三十二分 這一塊呢就有四個三十二分 百分音符有四個三十二分 那這一個呢 就有八個三十二分 這一個呢就有十六個三十二分 再加上它 加數 十六加八 加四 加四 就二十八了 加光就二十八了 加光就二十八了 一點四 那就看一下哪個grouping是對的 那你先看了些拍子記號 三個都是六十六 那你要知道它是複拍子 因為六字頭 複拍子的意思呢就是 三個小拍就會是一group 三個十六分小拍是一group 所以那些grouping應該是這樣的 三個十六分一group 有兩group 那我們用剛才的方法就是 你看看三個答案由哪個開始有不同 第一個出現不同的地方就是這裡 這個呢就沒有連結 它兩個有連結 那這個地方應不應該連結 就看一下它是不是這個位 還是這個位 應不應該連結 那這個負點呢 十六分來的 負點十六分音符 那麼它負點多了呢 就是多了一個三十二分 加上這個三十二分 就是一個十六分 所以去到這裡為止 兩個十六分而已 那就不應該分開了 應該連結後面這個十六分 就是一group 應該這樣編起來 所以呢 就應該要分開 應該要連結 這個位 所以這個位 就顯示第一個答案是不對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音之後呢 就已經來到我們 第一和第二拍的中間了 就是現在這個位呢 這個位呢 就是 拍子的這個地方 這個位就要分開了 所以呢 第二個答案這個分開位是對的 第三個答案也要連結 就不對的 不應該這樣連結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答案就是第二個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分法 grouping呢 就跟我剛剛畫出來 自己畫出來的小節是一樣的 三個十六分音符一group 分了兩group 繼續 1.5 也是複拍子 這份卷呢 考很多 複拍子你要懂的東西 十二八呢 你要知道它是複拍子 因為十二字頭 意思就是 複拍子的意思就是 三個 三個這些八分音符呢 就不是真的一拍來的 它是一小拍來的 三個組合成為一個大拍的 所以總共有十二個八分音符 十二個小拍 那就是有四個大拍 那你那些 那些複拍子的grouping呢 都要是這樣 一group一group的 一卡一卡 像橙一樣的 那在一個大拍裡面呢 每個八分音符都要分到小group 那些複拍子 要是這樣分group 那我們去看一下 它做得對不對 第一個小節 那這裡呢 那些音符呢 就不會有問題的 它是問你那些優子符做得對不對 那 那 我們先畫那個大拍的樣子 大拍的樣子就是 一個負點四分音符 如果休息的就是 負點四分音符休息 所以我認到這裡第三第四拍 後面這裡 第三第四拍已經在這裡 所以前面這裡就是第一第二拍 那它這裡呢 又有一個負點四分音符 那它就是第二拍 所以剩下的問題就是 前面這個對不對 現在我圈著的呢 就是第一拍了 那這個畫法是不對的 它呢 應該要 演奏了一個八分音符 然後它停兩個八分音符呢 那規矩呢 它要分開寫的 那兩個八分音符 那規矩是這樣的 那 也沒有什麼原因的 就是大家習慣了 如果它是三個八分音符 一個大拍裡面 它要 叫停停停 它就要寫 停停停 不可以寫一個大的停 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它停停停 停停停 這樣呢 那就可以用大音符 可以大幼子符 如果它第一個拍是這樣的 就不用這樣寫 不用用上面那個 就可以用下面這個 大的停 加一個八分音符 但是拉了一下 就是彈了一個音符 你要停兩下八分音符 就要分開寫了 所以它應該要是 這樣才會對 現在它用這個大的四分音符 優子符就不對 那些規矩有時候是很無聊 但是也要學 好了 第二小節 那 三個八分音符 第一拍 然後一拍優子符 第二拍優子符 第三拍優子符 這是對的 那順便一提 如果它是 停在第二第三拍 是要這樣分開寫的 第二第三拍休息 是要分兩 如果它是第三第四拍休息 就可以用大的 可以用一個停去表示 就不用停停 用一個停 第一第二拍 如果整個第一第二拍休息 都是用大顆的 一次過停了 第二第三拍就不用大顆了 因為這個位置一定要分開 第二第三拍中間要很清楚顯示 所以要用兩個停 所以現在這個答案是對的 第三個小節 那這裏一堆十六分是第一拍 然後呢 這裏開始有些優子符 因為優子符有可能它是錯的 所以我們試試另一邊數回頭 這個是第四拍 我們現在有第一拍和第四拍 好了 那現在這裏呢 加上這裏可以是第三拍 好啊 好啊 這裏剛剛嗎 這個是對的 它會這樣寫的 所以它 十六分之後呢 它要停回十六分音符先 那就填滿了一個百分音符的時間 然後 停停呢 就好像剛才第一題一樣 彈了一個百分之後 的停停是要分開寫的 所以它就分開寫 所以第二拍 第二拍裏面的 這個 兩個小拍 加上前面這個 是要寫得這麼複雜的 這裏整個東西是要用四個優子符 才正確地顯示 所以這個是對的 好 這些都幾複雜 第一部分 過了第一部分 就沒有那麼複雜了 音膏那些 好 第二部分 跟音膏有關 那就開始簡單一點 不用解釋這麼多 這個是什麼音呢 2.1 次中音譜 Middle C 在第四線 那就由這裏開始數 C D E F G A B 沒有什麼好解釋 就是這樣 好 這個是 選擇一個正確的 安harmonic equipment 我先寫下音名 這個低音很好 A double flat 這個是G sharp 這個是F double sharp 這個是F sharp 這個是F sharp 那他們哪個是安harmonic equipment 你就可以畫一個鍵盤出來 我只畫這一部分就可以了 A double flat在哪裏 A音在這裏 A double flat就是flat flat 這個位置是A double flat G sharp呢 這個是G G sharp在這裏 F double sharp 這個是F F sharp F sharp在這裏 F double sharp也是在這裏 所以A double flat和F double sharp 就是安harmonic equipment 它是按在同一個鋼琴鍵的 2.3 移調 移調 你不要理這個樂器名 不要理它 那個移 這裏就叫你up 向上移 移多少呢 就移maj second 好 下一步就看看原本首歌 什麼調 三個降好是E flat major 那我寫E flat major 音階 E flat major 就降 B e a 好 接著我要找新調 向上 向上升一個maj second 那我新的調就是 第2個音 音階是第2個音 新的調就是F major 那我就完成F major 音階 好 接著我就去看題目 對不對 我就用這個音階 去看 首先這個key signature 就不對 因為是F major 應該一個降號 他給了兩個聲號 不對 接著音階是不對 那我就寫了這些音名 先看出來 這個是D G C A 就沒有降好影響的 D 就應該要變成 E的 不如我把那些應該要變成的音 寫在這裡下面 因為 因為現在考試 那個題目在電腦 你也要習慣在 怎樣在草稿子裡做 可能我寫了個對的答案 在下面 這個是G G G要變成A C 就要變成D 而A natural 這裡沒有A natural 有A flat A flat 要變成B flat A natural 就是高了的A flat 這個B flat 你也要做高它 所以就要B natural 所以你遇到A flat 就要變成B flat 而你遇到A natural 你就要遇到B natural 所以我應該要變成B 應該要變成B 應該要變成B音 好 那我看看下面的答案 變得對不對 E E對 這個不對 我要A音 他給了B音 我就不對 我這個是要D音 他給D音 我是對 我這裡要B音 他真的給了B音 那就對 所以答案就是這樣 交叉 2.4 2.4 2.4跟音高有關 他叫你比較三個小節 的音高 他們的旋律是一樣的 但是音高不同 那你就先找出每個小節的Mid 然後看看旋律的音 其實看第一個音就可以了 旋律的音跟Mid C的高度的關係 第一題 小節A這個低音譜號 Mid C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旋律E音 就是高於Mid C少許 高於Mid C的E音 小節B Mid C在這裏 Mid C在下面 那旋律的E音 就是 不是高一點 Mid C在這裏 下一個C在這裏 那旋律E音 是比Mid C高八度 再高一點的E音 而C小節 Mid C在第三線 再高八度的C C就在這裏 所以C這個小節 這個旋律音 是比Mid C高100個八度的C 再高過E 即B C是一樣 你看到B C是一樣 而A呢 是比它兩個低一個八度的 好了 我們明白了之後 就去看那些題目 第一個 他說A和B是同音高的 是不是呢 不是啦 B是高音B B 第二題 他說C 是比B高一個八度 C比B高 是不是 就不是啦 我們剛才不是說B和C是同音高的嗎 第三個 他說A比C低一個八度 是對的 是對的 如果C低一個八度 就去到這裏 即是Mid 到C上面的音 即是和A是同一個音 所以是True的 答案就是這樣 好 好 第三條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第一題 就問你那些 Key Signature 畫得對不對 他說這個是G flat major的Key Signature 他有六個降號 每個答案都有六個降號 所以就一定是六個降號 但他們會畫錯 你要告訴他們誰是對的 降號的次序 而且一定要是B E A D G C F 降號的次序 而且一定是上下下下下下下 雙字形 看看誰錯 中音部 B E A D G 這個錯了 這裏放在D 這個應該是C flat 所以這個位置錯了 低音部 好亂 應該不對 B E A D G 這個錯了 G flat應該要畫在這裏 所以他不對 高音部 B E A D G C 這個對的 中音部 是次中音部 B 畫到亂了 這個B 這個B 第二個Flat 要畫在上面 第三個Flat 第四個Flat 也要畫在上面 所以第二和第三個錯了 那 答案就是高音部 3.2就到升號了 升號的次序是F C G D A E B 我們看看誰說對 高音部號 F C G D A都對位 但E就不對位了 第六個聲號E就畫在這裏 它不對 低音部號 F C 第三個聲號不對位了 第三個聲號又在這裏 所以又不對了 Tenna Cliff F C G D A E 這個不對位了 這個聲號要畫在這裏 第六個E-Shop要畫在上面 好 中音部 F C G D A畫在下面是對的 E畫在上面又對的 這樣是對的 所以要溫習這些 Key Signature怎樣畫 總共有兩分的 那你有溫習就肯定拿到這兩分 繼續 3.3這條 就問你這個旋律是甚麼調 但它沒有Key Signature 的 只有臨時記號 我們做的方法就是 寫F C G D A E B出來 然後就看看聲號 哪個音有聲就在這裏做個記號 那有A-Shop G-Shop 有F-Double-Shop 又有G-Shop 有B B5是B-Shop D-Shop 這條有點複雜 好了 那為何C沒有Shop呢 因為應該聲號排在左邊多些 就是全部聲號會 應該排滿了 那 沒有的原因呢 有可能是旋律根本沒有用過C音 那你看看 是不是 它根本就沒有用過C音 所以就會漏空 就不是因為 它沒有升到C音 而是因為旋律根本沒有用到C音 那看來是一個5個聲號的調 然後額外加了F-Double-Shop F本身已經有Shop 它再額外F-Double-Shop 那 這種情況呢 我就會知道它是小調 那就不會是大調 如果很整齊地排在左邊 沒有什麼特別的 總之很整齊 那就會是大調 那現在不整齊一定是小調 那我查走兩個答案 那那個不整齊的音呢 今次就是F-Double-Shop 不整齊的音就是你的小調的7號音 那你想像一下如果我寫個小調音階 去到7號音是F-Double-Shop 那那個是什麼小調呢 就是下一個音的音名 那那個字呢 letter name 就會是G 而這兩個音要是半音關係的 F-Double-Shop 就跟G-Shop 是半音關係的 所以我這條是G-Shop minor 那所以答案是G-Shop minor 那你想肯定一點 你就可以再confirm一下 G-Shop minor有多少個聲降號呢 G-Shop minor就跟B major同一個Key 就是同一個Key signature 所以也會有五個聲號 就是F-C-G-D-A 那你們看一下我們找出來是否升了F-G-D-A 那為什麼C沒有chop 因為它沒有用到C-Shop 它沒有用到C 那為什麼F會再升高多半個音呢 因為它是小調的7號音 那你就很肯定答案是G-Shop minor 繼續 這裡有很多降號 看來是major的 沒有用聲號 那我們寫F-C-G-D-A-E-B 有什麼音降了呢 有D-E-B-A-A-E-B 很整齊 四個降號排在右邊 很整齊 應該是major調 四個降號的major調就是Ab major Fatboy is all 就是Ab major 答案就是Ab major 最後一題 F-C-G-D-A-E-B 我轉了低音波 小心點 B-17 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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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D-A-B-18 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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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的答案就是Ebmajor的relative minor Ebmajor的relative minor是Cm 所以我就選擇Cm Cm也是三個降好的 它的7號音可以不升 也可以不升 或者那個音根本沒有出現過 有沒有出現過?有 B B有時沒有降到 有時有降B 有時沒有降B 可能是因為和言的關係 它就不自然了B 這題就是這樣 繼續 3.4 它說現在 它 要一條F-Shop Major的音階 但是漏了兩個音 我們先不要理會它 我們自己寫F-Shop Major的音階 F-G-A-B-C-D-E-F F-Shop Major的音階 升六個音階 F-C-G-D-A-E F-C-G-D-A-E 再升E 那麼多 看看Missing的音階 是A-Shop X要A-Shop Y要E-Shop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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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它這條 就是小吊音階 來的 但是呢 它現在就沒有了 Clap 問你放哪個Clap 它會是小吊音階 我們做的方法就是 逐個Clap放進去 然後看看頭五個音 頭五個音的意思是 下面由最低音那邊數開始的五個音 那五個音就會是小吊音階裡面的 Na-ti-do-re-mi Na-ti-do-re-mi 它的全音半音次序要是全半全全 如果是全半全全 那小吊音階就對了 我們先檢查頭五個音 應該都會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如果萬一有兩個正確的答案 那我們就要檢查六號音和七號音 做的方法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試試 A這裡 如果我放高音譜號 高音譜號這個是A來的 A B C D E 我一看就知道它是正確的 A B C D E F T-Sharp A 就是Amharmonic 那你要檢查全音半音次序 你就應該畫鍵盤 那我現在懶得不畫 我就用這個鍵盤顯示給你看 你到時候應該是要自己畫鍵盤的 不可以用電話的 好試的時候 A B A B是全音 B C半音 C D全音 D E全音 這個是正確的 我們看看其他答案 如果放低音譜號 這個是C D E F G C D E F G 不是Cm C D E F G 全音 D E呢 D E是全音 但我們這個位置 是需要有半音的 所以這個位置不適合 不適合就不適合 Auto clef 如果放中音譜號 如果放中音譜號 這個是B音 B C D E F B C 是半音 所以不適合 這個位置需要是全音 才對 不適合 Tenor clef Tenor clef 這顆就是 F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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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不行 G A 全音 A B 是全音 不適合 我要有半音 正確答案就是高音譜號 Am Harmonic 繼續 這樣吧 好 繼續 如果放高音譜號 這個是 Db 不是 高音譜號 Cb 剛剛沒有Cb minor 很難 有Fb 有Gb Cb D Cb D 不是全音 不適合 低音譜號 低音譜號 這個是Eb E F G A 正確答案 Eb F 全音 F F Gb 半音 Gb Ab 全音 按錯 對的是 全半全全 Db Db 是對的 Auto 如果放中音譜號 這個是Db Eb Fb Db Eb Db Db Eb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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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 Db Db Eb F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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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Fb就不是全音了,就不可以 彈出來也不像小調音階 就不適合 最適合的答案就是低音譜 最後一題 如果我放高音譜 就是C,D,E,F,G D-sharp,G-sharp C,D-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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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全音 低音譜 C,D-sharp E,F-sharp G,A,B-sharp 對 E,F-sharp E,F-sharp 全音 F-sharp,G半音 G,A,全音 B-sharp A,B-sharp 不是全音,不可以 Auto clef D,F D E-sharp F G A-sharp 不對 D,E-sharp 已經不是全音了 D,E-sharp 不是全音 Tenor clef Tenor clef 你看看是不是 已經錯了三個答案 Tenor clef 這個是 B B,C,D,E,F B,C,Sharp D,E,F,Sharp Bm 彈來看看 B,C B,C,Sharp B,E,E,F B B,E,F B,E B,E,F 是小段 所以長按下 所以答案就是Tenor clef 所以這個 我已經完成了 這題 這題很麻煩 好,半音階 那半音階 我就先把任令音名都寫出來 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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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A,G,F,E,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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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 有幾個規矩,我們先檢查了幾個規矩 第一個規矩就是頭尾的音要同音名 這個是PASS的,兩個同音名 第二個規矩就是每個英文字都要經過 B,C,D,E,F,G,A,B 每個NATTERM都經過 它沒有跳過某個英文字 這樣可以的 現在不可以的地方就是C字出現了連續三次 英文字不能連續出現三次 好像EE,GG,AA出現兩次是OK的 但它出現三次就不可以了,所以就不適合了 繼續 好,先寫了音名吧 中音舖的這個G G,A,B,A,B,B,C,C,D,D,E,E,F,G 看看頭尾是否同音名 看看有沒有跳過英文字 G,A,B,C,D,E,F,G 沒有跳過 有沒有連續出現三次 A,A,B,B,C,C,D,D,E,E 那都OK 剩下的問題就是它是否真的彈到半音階 那我就畫了 那我就畫鍵盤出來 然後我就把音填在鍵盤上 看看是不是填滿了 一條半音階 G在這裏,A弦是對的,A,B弦,B,C,C,D,D,E,E弦是對的,這個位置可以叫E弦的 這個按鈕,F弦是對的,G,一人一格,剛剛好,而且音是對的,所以就是True 繼續,3.7,他說這個音是不是Cm的Supertonic,C弦的Supertonic 這個是D-Sharp,Supertonic是2號音,C-Sharp minor,C-Sharp minor C-Sharp minor,C-D,E,F,G,A,B,C,C-Sharp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E major 他們都是升4個音,F,C,G,D的,完成了C-Sharp minor 2號音就是這個,所以是D-Sharp,是對的 第二條,這個是E音來的 10多文能就是4號音 B major的4號音,B,C,D,E,是E字,我寫B major B,C,D,E,F,G,A,B,B major 5個聲號,F,C,G,D,A,完成了B major 4號音就是E沒有了 下面這個低音譜,這個是C音來的 E flat minor的Leading note是不是C呢? 我不用4號音就知道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E flat minor,我們只是看英文字 它的Leading note 應該是D字來的 E,F,G,A,B,C,D,E Leading note是7號音 7號音應該有D字 有可能要升有可能是降 我們還未寫E flat minor 但我們純粹看英文字母 已經知道是不對 不可能是C字 所以就false 好,4 音程 好,先寫了音名,這個是E flat 旁邊這個是G 看Key Signature G有Sharp的 G有Sharp的 E flat G-Sharp是什麼音程 數了幾多度 E,F,G,3度 所以我們可以擦走2nd這個答案 好,寫E flat major音階 下面的音是E flat E flat major音階 E flat major音階 就是降兩個音階B-E 所以它的三度音就是G E flat G就是major E flat G是major三度 題目問我們是E flat G-Sharp嗎 E flat,這個手扮E flat 這個手扮G 就會寬闊了 寬闊了的major 就是增加大音階 所以增加大音階 就是增加大音階 所以增加大音階 下面這個B flat上面這個G 下面這個G 是多於一個八度 數量多少度 數量多少度 bc,d,e,f,g 6度 應該叫做Compound的6 或者 就叫做6加7 6加7是13 是不是 對,13 所以叫Compound6度 或者13度 所以這個12度答案不對 Compound7不對 好,剩下兩個答案 B flat major 咦,我前面E flat major寫錯了 是不是 對,E flat major有A flat 寫錯了 但答案不影響 B flat major就是降兩個音 B,C,D,E flat F,G,A,B flat B,C,D,E flat F,G,A,B flat 這個就是B flat major音階 它的6度音就是G 不用聲降 B flat G就是major 所以就是major 13度 C 這個是F 這個是G 沒有降 沒有降 那就是兩度 F major 音階 不寫光 也可以 F major有什麼音要聲降 就是降B flat B flat 就會降 G就是還原G音 所以FG就是正常的兩度 正常的兩度 就是major兩度 major兩度 其實呢 寫音階 就不用寫光 不過我現在做這個 每次都寫光 因為有些同學還未可以跳步驟 那我就用全個步驟去做 但有些同學已經是跳步驟 不過也不要緊 做到答我就可以了 我跳一次步驟給你看 這個 這個是 B 音 這個是 E 然後呢 就數幾個度 BCDE4 跳步驟的意思呢 就是 我不寫整條 B major 音階 我就直接想 如果我寫B major 音階 去到那個E4號音的時候 它有沒有升降 很好的 B major 就升五個音 升F C G D A 就不影響E音 所以B major 就是用E natural 它的四度音階 就是E natural B E 就是Perfect 4 那我就沒有寫完音階 但我都找到答案 如果寫完呢 就填出來 寫完就是這樣 B F C G D A 寫完就是這樣 但我寫出來其實 找答案不需要用到這些音 那就叫快方法 就快很多 好,繼續 這個是C B 這個是B 這次真的用快方法 C major 不寫了 好嗎 C major是沒有升降好的 所以C去到B C D E F G A B 就是7度 那它高不高 是不是Combine也不影響我 現在我找答案 不需要來個數字 C major的B音就沒有升降好 所以C B就是 major Major 7 Major 7 好,下面這個有點複雜 複雜 複雜 就寫音階 用回長方法 好,這個是App Shop來的 這個A Double Shop 真的很複雜 那就慢慢做 多少度啊 這個三度來的 FGA Combine 3 我不管它Combine 3 現在 因為它不是問我數字 好 F sharp 我們有F sharp major 不過我都習慣了 下面那個音 有sharp 我也不理它 我會用回 還原音的大調音階 不過都找到答案的 你寫F sharp major 一樣找到答案 F major 就降到Bb 所以 F A 是major 3 F A 是major 現在題目兩個音都不是F A 所以就要考慮 如果兩個音一起升高 F A 是major 3 現在F要sharp 所以我一起升 F又sharp F又sharp A又sharp 距離沒有改變 所以Fsharp Asharp 都是major F A是major Fsharp Asharp 都會是major 他們一起兩個音噴高半度 距離沒有改變 好 現在下面那個音 就正中了題目的音 上面的音 還沒有中題目的音 題目的音 要A double sharp 再升高A double sharp 距離就會闊 Fsharp 沒有改變 A sharp 由A sharp 變成A double sharp 那就會闊 闊 闊了的major音程 就叫做augmented 如果這樣複雜 就慢慢想多幾次 一定會想到的 用對方法慢慢想就想到的 繼續 這個是G音 他說要compagnum 5度 5度就要是G A B C D 要是D音 高8度的D音就在這裡 好 那perfect 5是否D音呢 G Major 就是一個聲號 Fsharp 就不影響G 不影響D音 G D就是正常的5度 所以答案就是D音 好 這個是E sharp 它要minor second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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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音 我寫音階 下面的音有sharp 我又不理它 寫F 寫E major 音階 複雜的就慢慢想 不用心急 E major 音階是這樣 E Fsharp 這個叫做major second 下面的音要sharp 如果sharp了下面這個音 距離 距離 距離就窄了 F又不變 Fsharp又不變 E Fsharp 是這麼闊的 E sharp 之後 Fsharp又不動 距離就窄了 窄了的 A,B,C,D,E,F,G 7度 A,B,C,D,E,F,G A,A,A,Major還有聲音 A,G,gruppy,Major 渫7度 A、B,C,D,E,F,G,A,Major A,G,S,ší,Major,Major,7度 現在要 proposals 我們訊欄於Yin階級 2次半音 A音 wouldn't change 所以上面這個音要移低兩下 G-Shop先變成G音 再變成G-Flat 就摘了兩次 所以答案就是G-Flat A-G-Shop是major 摘一次,A-G就是min 7 A-G-Flat再摘一次就是diminished 後面這條很簡單 完美是8度,我畫高8度就可以了 這個是F音 高8度在這裡,完成 5 就是Code和Cadence 第五部分 我找一張草稿子 首先要知道首歌是甚麼調 現在兩個聲號 就是D major 會不會是minor調呢 你就看看首歌有沒有出現臨時升降 臨時升降,臨時還原幾號 如果沒有,完全沒有 就會是major 所以這首歌是D major 你可以寫D major 音階 然後馬上把它變成和言表 和言表 和言表 4號和言EGB 4號和言GBD 5號和言是AC-E 好了 然後寫這個ABC 雖然沒有用 我會看了每句最後的和言 因為它只有兩個選擇 只可以1或5 每句最後一個 這裡有甚麼音呢 有C-A 哪個和言可以中到C-A 你看看這裡 C-A 這個 5和言 一定是imperfect cadence 這裡有甚麼音呢 前面這個小節 有EGB EGB一個和言 中完了 2號 25 好 後面這句 又做到最後 這裡D F-Sharp D F-Sharp 就不可以用1 不可以用5 要用1 如果最後一個是1 前面那個就是4 或者5 又有甚麼音呢 有A C-Shar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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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五和言 中完了 那再前面這個小節 就沒有Cadence的規矩了 適合音就可以了 GD GD用4號 中完了 451 完成 繼續 這次他就問你 現在這裏是甚麼Cadence 他講了給你聽 首歌是甚麼調 不用自己想 不過你也要自己畫和言表 寫了音階 畫和言表 1號和言 F A C 2號和言 G Bb D 4號和言 Bb D F 5號和言 C E G 這裏有甚麼音呢 第一個和言 尾二這個和言 有Bb Bb Fd Bb D F4號 後面這個有C G E C C E G5號 4-5和言的Cadence 叫做imperfect 完成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快的 其實都做得 不過要寫很多東西 這個是G Major 和言表 G A B C D E F G就是G Major 和言表 1和言 G B D 2和言 A C E 4和言 C E G 5和言 D F A 這裏有甚麼音呢 這一串 C G C E G C E G C E G 4和言 後面這個呢 G G G D B G B D G B D G B D 1和言 4-1的Cadence 就叫做Plago 哎呀 看不到下面 給回去看 就是這樣 答案就是Plago 因為它是4-1和言 軟結 好 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的Cords 那你又要知道這首歌是甚麼調 題目又告訴你 A Major 那我就寫A Major音階 A Major 是上面那條沒有甚麼位置 寫不到 和言表 這次你要寫A B C英文字 這次要寫A B C英文字 2和言B D F-Sharp 4和言 D F-Sharp 4和言 D F-Sharp A 5和言是E G-Sharp 所以這個音就是A 即是Root Position 用世界A表示 所以是1A 答案就是1A B 好了 這個要小心一點 現在前面這個音是長音 所以它是按住它 維持到這裡 所以B這個和言 是包括下面這個A音的 所以現在這個B和言 是有下面這個A A音的 上面 都還是A音 但是再上面那兩音就改了 A D F 所以這個是 A F-Sharp D 就是4和言 A F-Sharp D 4和言 最低的音 就是A 在這裡最低的音 就不是這個 雖然這次這麼適合 這裡最低和下面 前面最低都是A音 但是有時候你可能 如果不知道這個長音 都算是這個和言的最低音 有可能做錯了答案 好 如果4和言 最低音是A 那就是2nd inversion 世界C表示 就是4C 好 C和言 這裡有什麼音 有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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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和言 然後最低音 E 5音最低 2nd inversion 就是世界C表示 所以答案是1C 答案就是這樣 好 第六題 意大利文 我就沒有背 所以這個我都不是很肯定 我只記得 primer 還是primer 可能是一 這個是一字 所以有可能是 如果撞我會撞這個 或者這個 這裡兩個會撞一個 我都是猜的 所以我不捨 這個更加不記得 這個我就記得了 這個是Lively的意思 就是活潑地 好 裝飾音 6.2 這個 G App Shop 它跟 這個音 即它不是一個快的音 相對 它是8分音符 那就是Apachatura 那如果很短那個 即如果它是 這樣 可能 就是這樣 這樣 很快的 嘩 錯了 如果它是 前面的音是超短的 後面的音比較長 有很多 這個 就會是Apachatura 它也沒有給兩個 很難串的字 如果Apachatura 都放在你選擇 你就可能會記不到 現在沒事了 它一定不是Apachatura Apachatura 要是 噔噔噔噔 噔噔 要從原本的音開始 那一定不是這個 Turn 又不會 Turn 有幾個音 Turn 要是 又上又下 繞一個圈才叫Turn 又不是這個 Trio 就要重覆兩個音很多次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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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那又不是這個 你都會找到答案,即使記不到這個字和這個字的分別 好,繼續,這個CBCBCBABC就是TRIO 因為CBCBCB已經重複了三次,應該很多 TRIO到最後都會去一下主要音的下面的音 後面這一部分有點像TURN BCBABC有點像TURN 不過主要不是這部分,主要是CBCBCB 重複了很多次CB,所以就選TRIO 就不會是TURN 好,6.3就跟樂器有關 TRIO會不會看AutoClave呢? 就會的 就會的,那要記 因為我都會拉TRIO,所以我都知道 如果你不會拉TRIO,又沒有記 那就會唯有做答案 TRIO也挺麻煩的 TRIO要看完低音鋪號 最一開始學琴就看低音鋪 接著也要看AutoClave 如果你出去拉樂團,有時會給你高音鋪號 三個他們都應該要看的 是TenorClave不用看的 咦,不對,等等 Sorry,說錯了 AutoClave是中音鋪號 只是中音鋪號,只是中音鋪號 TRIO不看AutoClave TRIO是要看高音鋪號 要看低音鋪號 亦都會看TenorClave 對,說清楚一點 對,說清楚一點 TRIO是要看高音鋪號 要看低音鋪號 要看次中音鋪號 TenorClave 三個都要認識 AutoClave就不會給TRIO AutoClave只是中音鋪號 所以這個 差點答錯 答案是 繼續 The clarinet is a double-read instrument 就不對 Clarinet是Single-read instrument 它只用一塊黃片 哎呀,畫錯了 它是FORCE 第三個 Auto voice has a lower range than a Meso-Soprano voice 是對的 Auto是女低音 Meso-Soprano是女中音 女中音是唱得高一點 女低音是唱得低一點 所以是True 第四句 Bass drum produce sounds of indefinite pitch 是對的 Bass drum是個很大的鼓 它是沒有固定音高的 即是它不用教音的 有音高的鼓就叫Timpani 定音的鼓 定音鼓 就叫Timpani Bass drum是沒有固定音高的 這條蛇仔 是 Spread the nose of the cot from the bottom 是對的 彈鋼琴 嗯 會看到多一點 或者彈樹琴 也有沒有呢 因為樹琴天生彈出來 都是 由低音開始掃過去 即是彈鋼琴都不是掃過去 但都是由低音開始 鋼琴有時模仿 樹琴的聲音都會由低音開始彈 看到這個蛇仔的一串和弦 就不會一起按下去 它要由低音按過去 這樣 就會是把那些音 一個和弦的音 分開它 由低音的音開始 所以就是這條蛇仔的意思 所以答案是這樣的 好 第七部分 第七部分第一題 就是這樣的 你可以先看答案 它有四個答案 它問你四個句子 哪個答案是對的 那四個句子 你看看最後的部分 是不是一樣 你看看它全部都是 rewritten one octave lower 所以其實它問你 那首選段裡面 其中一個小節 rewritten one octave lower 之後 那哪一個 ABC三個小節哪一個是對的 所以你看了這個題目 就會容易些幫你找答案 至於現在要找哪個小節 就是第五小節 右手 鋼琴右手第五小節 就是這一個 如果現在把這個小節重寫 一個八度 低一個八度 那這裏哪一個是對的呢 就是在問你這件事 那你要找到一些 切刀絲出來 做這款題目 高音鋪用切刀絲在這裏 如果重寫這個音低一個八度 就是去到Mittles下面的B音 Mittles下面的B音 就是我們目標的音 把它重寫過來 那ABC誰做得對呢 答案A小節A Mittles C 低音波號Mittles在上面 這個是對的 重寫得對的 因為這個旋律音 就在Mittles下面 小節B的中音波號Mittles在這裏 所以是對的 A C也是 correctly We return one octi-blower 答案就是第二句 好繼續 A第一句 There are five notes next to each other The other that form part of chromatic scales in the right hand part of bar 7 鋼琴右手聲部第七小節 有連續五個音 是形成一個半音階的 鋼琴右手聲部第七小節 鋼琴右手聲部第七小節 就是這裏 這裏連續有八個音 但是他們有沒有其中五個音 形成一個半音階呢 那我先寫音名出來 這個E 現在E major 四個聲號 所以這個是F shop 這個是G shop 這個是A A shop B C shop D 這裏有沒有半音階呢 看看全音半音次序 F shop是全音 F shop G是全音 G shop A是半音 AA shop是半音 A shop B是半音 B C shop D是全音 C shop D是半音 那有沒有連續五個半音 連續五個音形成半音階就沒有了 連續四個音階 所以答案是False 第二句 Ordenox in bar 1-4 右手 鋼琴右手 就是 這首是鋼琴歌 1-4小節 右手的所有音 可以在E major音階裡找到 E major音階裡找到 那 這首歌本身是E major的 所以如果沒有臨時機號 沒有聲降好 沒有臨時聲號 或者臨時降好 臨時還原機號 就在E major音階裡 因為本身首歌的Key Signature 就有E major的 那鋼琴右手 這裡 有沒有臨時聲號 這裡有 這裡有E chop E major音階裡 不會有E chop 所以就是False C呢 The music should be played smoothly 是不是呢 就應該是這個字 Legato Legato 就要 連一點 演奏得連一點 所以就應該是smoothly 第四句 The rhythm and notes of bar 5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bar 1 第五小節 的節奏 和音 是否和第一小節 完全一樣呢 第一小節 第五小節 這裡 節奏和音 是否完全一樣 對呀 完全一樣 是否完全一樣 正確 第五句 這首歌 最大的interval 在鋼琴的右手 在鋼琴的右手 Between two notes Legato Between two notes Each other Is a perfect fifth 在鋼琴聲部找到兩個雙輪的音 右手 找到兩個雙輪的音 它最大的interval 右手 是否是perfect fifth 呢 我先找到最大的interval 右手 整首歌的右手 逐個看看 這裡四度 這裡四度 找些跳得遠的 這些都是音階 不會跳得遠 這個跳這個也是音階 這裡還是四度 這個也是四度 沒有了 最大是四度 沒有五度 先看清楚些 最大就是這個位 BE 這個也是BE 下來EB還是四度 那就不對了 最大應該是四度 沒有去到五度 鋼琴右手 對 所以forcer 好了 7.3 哪一個樂器可以好好地演奏到 鋼琴的右手 是同音高的呢 右手鋼琴現在是彈高音鋪號的 找一個擅長演奏高音的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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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et 長笛 是吹高音的 它可以的 Tuber 是大好 吹低音的 不可以的 Timpany 定音鼓 定音鼓 不會打到那麼高音的 而且 正常都不會 因為每個鼓是一個音 你打不到音階 或者這麼多音的旋律 不會的 Double Bass 就是低音樂器 那就不太適合 最適合就是長笛 我選長笛 7.4 How many times does the Medians Medians 3號音 E major E major的3號音 在鋼琴的右手聲部出現 E major的3號音 E major的音階 3號音 G sharp 即是G sharp這個音 在鋼琴右手出現了多少次 那就去數 數一下 數一下 鋼琴右手 轉一隻色 G sharp 一次、兩次 三次 四次 不是很多 五次 六次、七次 八次、九次 九次 九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真是九 答案就是九 好 最後一題 完成下面兩句句子 The tie note in the bar 2 bar 2有個 tie note 即 多少個demy semi quaver 32分音符 總共 第二小節的 tie note 就是這個 這個 tie 這個 四分音符 tie一個十六分 四分音符 tie一個十六分 四分音符 等於幾多粒 三十二呢 那就數一下 這個四分音符 即是四粒十六分 加上這個就是第五粒十六分 將全部十六分變成三十二分 一個就變兩個 五二 五二 只有十六分 五乘二 就是十粒 最後一題 There is an instruction to play a note slightly separate 什麼叫separate 即是斷咒 斷咒 斷咒就會加 staccato音符 記號 slightly 就是少少斷了 它又會連回 所以音符應該 我們要找到一塊這樣的東西 很搞笑 這個哈哈笑 有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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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一塊這樣的東西 太沒有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先 這個 沒有 先看清楚 應該是這個 但其實沒有separate 我沒有斷開這兩個音的 有這個點 這個點我們都不會斷開這個音 只不過將這個音演奏短一點 但已經沒有其他似樣的答案了 所以我就選這個 應該是對的 但是有疑話 對於這題 因為它說要 將一個音 少少斷開 少少斷開 那它和停斷開 五毛斷開 只不過是拉斷 演奏短一點 但是它也沒有其他符號 應該是對的 除非不對 我都會查了答案 才會上載的 所以你看得到這段影片 這段答案是對的 好,做完了 拜拜 好,收敏